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不少的灯笼都变成了一种收藏的传统工艺品 特别是元宵节和中秋节 独特的花灯更是庆典里面不可以缺少的主角之一 蘇伯伯是一位退休的警察 他摘灯笼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 他说当年因为见到有人在摘灯笼 于是就被这种以捉灭 和沙子做出来的手工艺吸引着 因为我是当差的 当差之后通道派的 有时派关前街 关前街很久以前就有两间 一间是买文具的 长安现在还在 一间是长和村里摘东西的 千人丝头龙头 兔仔 工艺 工艺 我入工艺之后 搭载之后 就跟着去看人做事 我摸两三个钟头 我摸两三钟头 看完回来自己就扣丝 就买点灭 买点灭是用灭的 不是现在我用钱 改了用铁树 自己闸 用灭呢 最初学习 各灯是始终各灯行头的 每次摸羊头 一里通是八里明 你摸的一样 会摸很多东西 摸兔仔的程序比较多 很多程序的兔仔 摸个浪 摸个浪 头脱会吵吵吵吵吵 有个弹弓 是吧 就程序多些 同时呢 摸到浪之后 要用那些 这些浪子就湿了 贴滑滑了它 有太阳干了 然后再摸皱纸 再摸个面上去 工程就多些 又做东西 做东西 不同的羊肚 都做了花灯 算数 省很多地方 现在市面上 各式各样的灯笼 但大多数 都是以卡通人物 作为主体 而传统的灯笼 就真的反而万少见少了 今年的生活还好些 对吧 多些父母都出来 一起去做 可以拿得起 才出来玩些小朋友 享受一下 我小朋友有没有来玩的 玩些饼盒 我还记得 用油皮 挑他们开的路 挑起来 整个眼睛 我们是这样玩的 小朋友自己玩的 叫做 花灯自己做的 很多父母不肯买的 生不太好 不像今天 今天环境好些 很少买 我记得那时 买个兔子 六毫 六毫子一只兔子 我记得 都很贵 父母不想买的 很厉害 那时候 一毫子一碗 夹底猪虹 很厉害 有时候 你买个兔子 六毫子七毫子 都很厉害 蘇伯伯还跟我说 说当年的人 是用竹灭来扎灯笼的 但是漸漸 就改用了铁线 最大分别 铁线就是 做的角度漂亮 屈的角度相当漂亮 如果用灭做 你屈一个曲尺 你一放弃就弹上去 如果用灭做 多很多功夫 第一要加炭炉 或者是电炉 你谈到固定了 胃 接着用一块布 濕的水握住它 让它冻了 凝结了 不动 不弹 浪费了很多功夫 比例我一个六个灯 我扎三个 我扎不到一个 你继续数 加上这些灭 不得均匀 要批 一直批滑 扎的时候 伤色又没有那么好 我铁线不同 铁线比例 我拿铁线 我屈了之后 我一拼过它 就相当 因为大家都这么幼身 一路过 不会粗 我扎立比较好 相当好 同事做上来 放开就对了 灭就不行 灭就没可能 好棒 好棒